意大利语发音 那这个神秘的读起来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词语 它像是神一样的存在 从诞生的那天开始至今 已经风靡了全世界一百多年 在当今全世界的咖啡馆里 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欢迎欢迎小咖 第一次听到espresso这个词 还是在很多年前我在咖啡馆打工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一直在纠结 到底是读espresso还是espresso 后来我才发现 不管你是读e还是e 只要别人听得懂就完事了 牛奶还是牛奶 所以当别人听到你说喝牛奶的时候 他就知道原来你要喝牛奶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这些人怎么这么纠结口音 今天我会从以下的三个点 来聊聊espresso的前世今生 那espresso呢它起源于1884年的意大利 那伴随着安吉 Angelo Morianto Angelo Morianto 哎呀意大利语的名字怎么这么绕口啊 这个帅气的小哥 哦不对 这个帅气的老哥 他发明了全世界第一台蒸汽式的咖啡机 那从此呢打开了咖啡制作技术上的新的篇章 那个时候的蒸汽咖啡机看起来还是非常巨大的 那随后呢 来到了1901年 那贝泽拉改建了新的意识机的技术 那这就是100多年前的那台古董咖啡机 那随后又有了拉杆式的咖啡机 那直到1961年 飞马161的诞生 那泵式的咖啡机呢 逐渐代替了蒸汽式和拉杆式的咖啡机 那随后又有了双锅炉 多锅炉 变压 变温等各种各样新的技术 那对一式咖啡机发展感兴趣的同学可以Q个1 如果多的话 我之后单独安排一期讲一式咖啡机的进化史 那100多年后的今天呢 我们喝到的Espresso 也随着工业技术的进步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那如果我们去查Espresso的制作流程 可能得到答案是这样的 那它是一杯大约30毫升 使用义式咖啡机的高温 大约90度 高压大约9到10个半 在短时间内25秒制作出来的一杯 有着金黄色的Creamer的浓缩咖啡 那从制作的标准上来看 那我用摩卡壶制作出来一杯咖啡 那算是Espresso吗 就是你们可以来告诉我一下 我觉得任何的一个事物 都需要一个标准的操作流程 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根据制作的流程 来适当的进行调整 那西红柿炒鸡蛋 那西红柿到底是切成块 还是切成片 那西红柿和鸡蛋到底是要分开炒 还是要一起炒 那当你有了王刚老师的厨艺了之后 那这一切都不重要了 番茄炒蛋的六种做法 那所以呢 关于Espresso的制作标准 那我个人的看法是 我们需要有一个标准存在 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 那但是至于我用90度的水 还是95度的水 我用9个瓣还是6个瓣 那我萃取25秒还是45秒 那30毫升还是20毫升 那这些呢都可以根据 我使用的设备器材 和制作者的经验来进行调整 那最终以味道呈现结果为导向的 一杯好的Espresso 那Espresso发展这100多年来 真的是风靡全世界 那现在不管你走到哪一个咖啡店 那你看到最多的咖啡 那依然还是Espresso 那或者呢是Espresso为基底 延伸出来的各式各样的咖啡 那你在星巴克喝到的摩卡西米勒 那就是Espresso为基底的咖啡饮料 那拿且也是Espresso为基底的饮料 那有人说 那我喝的是美式咖啡啊 不是Espresso啊 那殊不知美式就是对了水的Espresso 只不过是改了个名字叫Americano 那就连名字都是意大利语 那近几十年的发展呢 咖啡市场的变化非常的迅速 那不管是商业咖啡还是精品的咖啡 那这些年呢 意大利的Espresso为代表的咖啡文化 那正在被一波新的精品咖啡文化所冲击 包括我们所熟知的 SCA世界精品咖啡协会为代表的 一些咖啡的比赛 活动 那越来越多的这些规则呢 那逐渐呢 把意大利式的咖啡文化 那几项边缘化 那我们现在学到的很多的知识体系 其实都是出自于 SCA精品咖啡协会的知识框架 那就连星巴克2018年 都在意大利自家地盘米兰 开了一家星巴克的烘焙工坊 那意大利呢 它也意识到了 起源于本国的这个咖啡文化 势头越走越弱 所以说呢 意大利把Espresso 申请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非物质人化遗产 那Espresso呢 从此也成了名正言顺的 意大利的美 但由于意大利人喝咖啡的习惯 以及保持独有的这种 传统老套的这种 制作咖啡的方式 所以大部分人在意大利 喝到的这个咖啡 都是苦得一瓶 难以下咽 拿起呢 这个奶泡也是 又粗又厚 感觉跟我们自己接触到的这种好喝的咖啡完全不一样 但这就是他们本地人喝咖啡的一个方式和口味 我记得我之前在一家意大利的咖啡公司工作的时候 我老板每天都要喝两杯Espresso 而且他只说他要喝咖啡 然后从来也不加牛奶 不 从来不加牛奶 那从这里你就能看出来 意大利人他们喝咖啡的这种方式 是有多么的传统 那2018年的世界的烘焙冠军 Rubin Gardley 应该是Rubin Gardley 他创立了一个精品的咖啡品牌 就叫Gardley 他呼吁意大利人 acidity is not a cream 就是酸的咖啡没有错 他呼吁大家接受这种新的咖啡的制作方式和理念 即使Espresso发源意大利 也要勇于接受更好的方法 勇于改变 咖啡文化在中国的快速发展 也就短短的这20年 从1999年星巴克在北京开出的 第一家中国内地的门店 直到现在 咖啡文化在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上岛 两岸 再到慢咖啡 雕刻时光 Seesaw 百分号Arabica 包括现在的Manor 各种各样新的咖啡品牌 如雨后春笋般的越来越多 咖啡作为一个从西方 传入到中国的一种饮食文化 我们中国从最开始的复制西方的方式 再到学习精进 逐渐地形成了我们中国本土的 每个地区不同的咖啡的饮食文化 再加上近些年来 华人咖啡师越来越多的比赛 在世界比赛中展露头角 获得越来越多的比赛的荣誉 使得我们也成为了引领咖啡文化的一份子 这也刚好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 5000年来一直都很包容的文化底蕴 也很幸运 我们能够为文化的传播做出一点事情 OK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希望你们能够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见 Cheers